收封箱公所开办乡亲团体伤害保险全乡17000多人纳保 即日起到12月底 若乡亲遭遇到了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或死亡 每个人最高可以理赔15万元 而乡长刘耀宗强调了 这是收封箱第一次办理乡民意外保险 未来在财政许可下也会持续的来办理 收封箱人口高龄化少子化 贫富差距悬殊 一旦意外发生事故家中经济通常会陷入困境 为此前乡长曾淑义任内就开始替乡民投保规划与构想 而乡长刘耀宗上任之后搅拌民政客规划 在代表会的支持下 乡公所自筹约108万元 日前乡公所与保险公司签约乡亲团体伤害保险 保险期间到今年12月31号 而收封箱也是第四个开办乡亲团体伤害保险的乡镇 全乡的乡民能够在碰到意外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保障 以往以前有碰到他们的乡民 他们家里有种意外 然后他们因为经济情况又不是很好 变成一种困境 造成他们的经济的一种困境 所以我们把这个理念带给我们一种保障 给我们全乡的乡民都能够有一个保障 乡公所表示全乡有1万7千多人纳保 即日起到12月底 若乡亲不幸遭遇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或死亡 每人最高可理赔15万元 而乡公所除了在民政客有专人办理 也在各村办公处受理遭遇意外的乡亲提出申请 避免乡民舟车劳断 而此一不利政策的推出也令乡亲民众高度肯定 记者刘明胜受风箱采访报道